好的我们现在把一个AK47把它改装成合法的featureless的模式 首先在这个它被合法改装之前一定要把这个枪身拆开 让它没有办法射击这样一种状态 即使它还没有满足这些这个合法的要求的话 仍然是合法的 等到把这些所有的改装部件都改好了以后 再把它重新组装起来到能够射击的状态 featureless不是有四个要素吗 那枪托本来也不可以移动 所以这个已经满足了 然后呢这个护把上本来也没有放什么这个垂直的握把的这个地方 所以它也就合法了 那我们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这个握把 还有就是这个枪口啊 要换成是这个枪口制动器 而不能是瓶烟器 那你看我这要换上这一个枪口制动器 所以握把上呢我们要加一个这个鱼鳍 这个握把我们用的是叫做AK Battlefin 这个东西非常的简单 然后呢是最快捷的把它变成featureless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先看这个枪口啊 枪口呢 首先先把原来的这一个flash header拿下来 首先你看这里有这么一个小按钮 把它稍稍往下一按 换上这一个非常简单的传统的这个 这个muscle break 这边呢还没有到底再多按下去一点 再转一圈 想要装这一个鱼鳍啊 首先先需要把这个握把松开一点 那这一款握把上用的是这个Allen wrench 把它松开一点 来 不需要整个拿下来 只要稍微松一点点就好 松到什么程度呢 让你可以把这个鱼鳍的这部分 把它给插进去 然后呢再把它拧紧就可以了 好的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 这个枪已经都改得彻底合法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枪组装起来了 首先先把这一个rod放进去 这里边一块出来一个这两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轨道 从这个里面看先推进去对齐然后送开 这里就卡住了 然后呢再把我们的枪上面的这个盖子盖起来就好了 首先前面这里要对齐 然后呢 这一个小按钮先把它把这个盖子整个往前推对齐了 然后把这个按钮往上一抠 它就下去了 要确认一下它真的非常的紧啊 好这就装好了 然后装好了以后呢进行一个方式 确认它你真的装好能用了 那么改装合法以后 那这个之前去挡住这个退弹夹按钮的这个装置就可以拆下来了 这个装置呢 每一个都不一样啊 不一定全都是这个样子 这一个用的是这个小的Alan wrench 这个拿掉 这个拿掉 OK然后它就可以拿下来了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正常的退弹夹按钮啊 好装弹 退弹夹 好那么这把AK就正式符合了加州Futureless的反面啊 呃鱼鳍 然后还有这个直动器 那我们就可以保留一个正常的退弹夹按钮